今天是七七事变爆发87周年 近日为进一步揭露731部队反人类暴行 清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管 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人民政府 联合公布了731部队林口162支部身上申告书 162支部是731部队在中国东北设立的支部当中最大的一个 此次公布的档案是该支部成员在战后回国后登记的个人信息表 此次公布的申上申告书共177页 记载了140名162支部成员的基本信息 清晰呈现了登记者从入伍到败退回国前的活动轨迹 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过往研究中的错误认知 1949年12月 苏联在伯利对日本关东军12名细菌战战犯进行公开审判 过往研究由此认为 仅有一名162部队成员在伯利接受审判 然而在这份最新公开的档案中 研究人员发现还有9人也在伯利接受了审判 本次公开的档案还为研究人员提供了162支部 配合731部队进行鼠疫实验的证据 该支部卫生部长尚野兹的身上申告书显示 1945年4月他在加姆斯等地完成捕鼠作业 身上申告书中记载的这个捕鼠作业 可以从以往的口述证言 口述史料相互印证相互佐证 再次证实162部队 配合732部队进行鼠疫实验 和生产制造鼠疫细菌武器 此外档案揭示出731部队本部 与领口162支部的卫生兵 召集调转的隐蔽路径 162支部卫生兵山内帮夫的身上申告书显示 他在进入162支部前 先在满洲第177部队甲入队 在登记个人信息的140名162支部成员中 84人都是这种情况 研究人员表示 该档案是目前所知 研究领口162支部最为核心的档案 也是全方位认知162支部人员构成 及战后流转等问题的关键证据 对全面准确揭露日本关东军细菌战罪行 具有现实意义 也再次证明 731部队人体实验和细菌战不是独立行为 是日本自上而下 有规模 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133部队人体实验和细菌战不是独立行为